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逸文放轻松 逸文放轻松 我是陈宜珍 大家好 今天我又请来了我的好朋友韩良璐 作家韩良璐来到我们的节目 哈喽 璐璐你好 哈喽 娟你好 良璐啊 你今年以来 好像角色又有了很大的改变 过去前两三年 不止两三年 五六年 五六年 我每次介绍你就要说是南春落总监韩良璐 可是今年南春落的活动少了 但是你一年之内出了四本书 其实应该说半年 可是好像不应该这样讲 人家会以为书那么容易写吗 其实不是 我今年6月6号出了两本书 台北回味跟文化小露台 那11月6号就是不久前嘛 又出了两本书 梁路加之味 跟这一个二十四节气 乐活在天地节奏中 其实这四本书都是过去十年 我没有出书的时间 陆续写出来的 其实最简单的一句话 就是说我其实早年对我来讲 从小我爱写字 所谓爱作文 所以甚至早期用书稿 其实都换了很多生活费 甚至还债 帮家还债 像在印钞票一样 对所以写书对我来讲 或书写对我来讲 不是一个难的事 但过去十年 为什么我停止出书 你上一本是什么 就是跟你先生一起出的一本 就是2004年的时候 狗日子冒时间 之后我其实停了十年 没有出书 是因为我在过去十年当中 发现到 其实写作里头最重要的是 是时光书写 就是没有那个足够的时光 替你生命书写 你不断的写作 它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像这回梁路加之位 其实最重要的是 我在替母亲送终 跟我替父亲送终 的这段过程 很多人都说写作 其实是作者自己 心灵的一个疗愈 是吗 那我看你这本梁路加之位 我讲一下梁路 就是含梁路的那个梁路 然后它加你的味道 或者是梁路加之味 那我看你在写这一本的时候 特别有感情 是啊 跟你以前写 你如果写那个 像文化小露台 它比较注重在说 你到各国去旅游的时候 文化的一种见识 比较理性的 对各国文化的观察 了解 你介绍给大家 然后另外一本是 台北回味 其实主要在谈台北 我跟台北的感情 对 还有对台北的一些看法 对 那里面当然有一些感情 可是讲到这本梁路加之味 我觉得我认识你这么多年 你开始露出真情了 对 以前也不是没有真情 可是我常常会觉得 我这个人 因为人是 我想 今天你也知道 人有很多面性 那我就是不由自主的 我有一个多面 有一面就是人来封 就是我只要看到人 我就会就是 好像小孩子欢心鼓舞 然后就会人来封 这就是为什么 你每次主持活动 都非常热烈 都是热情 然后其实我的内在 我内在里头 可能就是 像我先生 或者很亲近人会知道 尤其我在家里的时候 其实最简单 我上身人马 就我月亮双鱼 就我有很委婉 很细致 可是这一些 真的平常碰到 人来封的时候 这些所谓细致的东西 都表现不出来 因为那种东西 就是你独自一个人的时候 想用的 比较私密的东西 我记得我刚刚认识你的时候 应该是2000年吧 对 2000年左右的时候 那时候我有一个 很深的感动 就是有一次你告诉我说 你一个人在家里 阳光照进来 你坐在你家的 那个藤椅上 然后你自己一个人 读了一下我的书 你觉得好快乐 对不对 所以那就是你很安静的那一面 那其实也是我一个本我 就在过去十年 只不过这个本我 其实有时候很难有机会 跟朋友分享 因为跟朋友分享的 都是分享一个比较快乐的我 或比较滑稽的 你知道是人来疯的那一面 说还好 我有时候觉得还好 我可以写作 我才可以把生命里头 其实更常是属于我 譬如说 我想我的朋友 不会了解到说 像我父亲走之前的几年当中 我只要想到我父亲要走 我其实是很舍不得的 我晚上会突然在床上醒过来 就脑筋清醒的跟什么一样 然后就会在黑暗当中 无声的这样掉泪 然后开始掉泪之后 你就怕变成哽咽 我会跑到那个客厅 坐在客厅当中开始哽咽 然后可是当我父亲 真正就是说 这一回2012年 他离开的时候 我那一天看着他 因为我书里面 有人跟我讲说 很少人那么详细的写 所谓的亲人离走 离开前的那一个 琢琢碎碎的事情 可是那个时候 反而我变得无比的平静 然后完全没有哭 然后甚至我书里面也提到 就是说我父亲离开之后 我其实就没有梦到他 可是我母亲离开的时候 我觉得我母亲2000年 03年离开也太遗憾 所以我母亲离开之后的 有将近半年的时间 我半夜起来上厕所 都会感觉有一个浑室 我们讲说一个浑破 一个浑室 好像在客厅的某一方盯着我 这不是讲鬼故事 就意思说 你会感受到有一个浑室 他是没有离开的 所以梁路加滋味 其实他不是只是 一本关于食物的书 而是食物有点像一个祭品 一个贡品 来把我内在的这个情感 把它借着食物为饮 把它借以束怀 就像桃渊明写饮酒师 他是以酒来束怀 那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继续赏悉梁路加滋味 I like Radio 中广流行网 大家好 我是陈怡珍 我正在跟韩梁路 讨论他最近新出的一本书 叫做梁路加之味 梁路啊 其实你刚刚提到 就是说你母亲在2003年过世 然后你父亲在2012年过世 9年 可是我父亲比我母亲大14岁 所以他其实比他多活了23年 那我你刚刚讲到就是说 书写最重要的就是时光的书写 要经过时光的拟练 然后沉淀过滤 之后再写出来的 才是真的有为了 不是为了写而写 不是写而写的 那我记得呢 其实你母亲过世的时候 我已经认识你三四年了 那时候我觉得你出奇的平静 因为对我们来说 都觉得说 哇 梁路妈妈怎么这么早就过世了 66岁 而且很突然的 然后我们慰问你 你都说 其实你觉得很圆满 什么女孩 很平静 但是到了你父亲 2012年的时候 我就看到你呢 从大概一年多以前了 你就经常的去陪伴你父亲 然后你父亲自己一个人住 可是你常常去买各种美食 或者自己住 就提过去给他 两个提过坐小房跑来跑去 然后那一阵子呢 我知道你的生活重心 就是在你父亲 因为我把它排成我的schedule 我生活 它不是一个 哦 我想到 就是说 它就好像每天 它是一个固定的排的行程表 对 因为我怕时间来不及了 所以我想也是 你经过了这么多年的 这个沉淀写出来的书 才会特别感人 就是真正的那个 经过省思以后的感情 都表现出来 然后我觉得就是说 我父亲 你知道人生 我们都到这个年 我们都知道 有人比较好命 有人比较没有那么好命 我可以说 我父亲晚年 我照顾我父亲 照顾的我也不至 他的好命 其实就是 因为我对我妈妈的走 其实是有遗憾的 所以反而就说 因为我妈妈走得太匆忙 太那个 所以那个遗憾 反而变成我父亲 我可以好好的 替我父亲送终 跟所谓的晚年 所谓的 等于说父母债 父债 就是说亲债 然后子欲养 这个其实是我父亲 沾了我母亲 找走的这一个 原来如此 对 所以事实上 你母亲走的时候 你只是把哀伤给隐藏住了 你没有好好去消化它 对 我心里面一直觉得说 有一些事情没有做 像我书里面 梁路加之味 其实谈了很多 就有些是所谓遗憾的味道 好像 那有一些是所谓的 已经怎么说满足的味道 遗憾的味道 就是说我父母亲在世的时候 我也曾经带他们去美国 去欧洲 去英国 去中国 去东南下 可是我母亲走了之后 我才觉得 因为我是一个 就是如果我自己生活上 因为你知道我常常去法国 那我妈妈也很喜欢法国 然后那几年 我一直希望能够 就是说 带她去法国 可是总是觉得 时间还有吗 尤其我刚回来 99年回来之后 其实有两三年的时间 生活还是在一种 适应当中 对 所以一晃就2003 你记不记2003 还有SARS 对 所以就会变成 就是说等 我妈妈走的时候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 我不是想带她去法国吗 从此 什么叫天人勇格 就一瞬之间就没了 所以我后来 我后来不是 没两三年 甚至去年跟今年 都去了法国 我在法国的时候 我吃的每一样东西 都会觉得说 这个东西本来 也是我跟我妈妈 可以一起吃 你知道那种感 那种 子欲养而亲不戴的 那种无奈的感觉 很无奈 讲到你妈妈 其实我更常听到 你提你的外婆 对 当年我们不是一起创办 南春诺吗 的润饼节 对 我们第一个大活动 就是润饼节 那时候你就告诉我说 你是从你外婆那里 学到润饼的滋味的 对 OK 像这个南路家滋味的 第一篇文章 就是说 开卷的第一篇文章 就是妈妈的润饼 就是一 那我们说一本书的 第一篇文章 其实是作者 就是说等于 整个书写的一个核心 对 然后我这个润饼 妈妈的润饼 我就提到 我妈在世的时候 她有一次跟我讲 就可能是2001年 2002年 是跟我讲说 你怎么写东西 都写你爸爸做什么 你阿嬷做什么 好像我是隐形的 原因就是说 我妈妈在家里 基本上是不用做菜 小时候有管家 跟我爸爸 长大之后 也是我爸爸在做 他就有点像 好命的女人 不用做菜 你爸爸很宠着他 因为你爸爸 大他十几岁 十四岁 可是后来 我觉得也不见得 是我爸爸很宠他 虽然我爸对他不错 而是我爸爸 不想吃台湾菜 不想吃他做的菜 原来如此 我爸爸想吃自己的口味 所以就只好 自己亲自下厨 我们其实后来讲说 这双重都有 那我记得小的时候 我写作文的时候 我记得好像那时候 五年级还六年 就写作文的时候 有一天老师突然问我 说韩阳路 你妈妈呢 我就看着她 我就很疑惑 我说我妈妈 我妈在家 她就生我一口气 她就说 原来你妈妈在家 我说对啊 她说那你为什么 都提你爸爸做菜 我在想那个年代 老是以为 依我爸妈离婚 我妈妈可能找事 或什么的 所以老是很担心 以为我需要 特别的辅导 你知道吗 所以当我妈妈提说 跟我讲说 我的朋友 跟我妈那些朋友 我的朋友都说 梁路为什么 只提爸爸做菜 好像你不存在 你知道妈妈听了 就是意思说 我妈妈在我的记忆里头 谈食物的记忆里面 她从来没有做过女主角 她就是一个 不重要的配角 就她跟我讲说 我就说 你都没有做菜 她说没有啊 我有做润饼啊 我说可是润饼是 另一个 阿嬷跟你一起做 你在旁边帮忙啊 那你知道意思 又不是主角了 又不是主角 她就说 可是阿嬷走了之后 我不是有做过三五次 然后你在旁边帮忙 我后来回想说 不错 我跟我妈妈真的 母女单独在厨房里面 就只有做润饼的记忆 所以我学做菜 真的是从父系那边来 跟阿嬷那边来 缺了一个母亲的角色 可是你父亲是哪里人 我父亲是江浙人 所以他做的是江浙菜 跟台湾菜不一样 那我妈这样讲的时候 我就会有一点觉得 就是说要安抚她 我就说妈妈妈 好了我知道了 你会做润饼啊 你还会炒米粉 我改天一定会写 可是因为这好像是作文嘛 说你出一个题目 所以我就没写 然后我告诉你 我妈妈走的时候 就是2003年的六月 然后我办完了 所有的上次 有一天突然走在路上 唯一脑筋当中出现 我文章里没有写 出现的念头就说 天哪 她不过要我写一个润饼的文章 我这辈子写过 真的是上百万只的 我连这 关于食物的 我连这一千字都没写 我告诉你 在大马路上 就是你止不住 真的 泪流不止 泪流 你就觉得说 你真的觉得说 自己怎么可能 写了一辈子的文章 连母亲在世的时候 小小的想在报上 看到说提妈妈的东西 你都没写 所以我后来 为什么会做润饼节 只不过就是说 因为这很私人 然后我的个性又是 报喜不报忧 你知道吗 就是我就不太会 就天天跟人家讲说 做润饼节 就是因为我要怀念我妈妈 天天很恶心 对不对 我们都说是因为 那个节气的关系 理议堂跟节气 对 可是内心里面 其实有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念头 就是妈妈的润饼 我要写一篇文章 所以我在第一季 我就写妈妈润饼 对 那这本书的时候 其实大块的编辑 他有说第一篇文章 这是大块出版社的 他就说第一篇 我男主家之位的第一篇 妈妈的润饼就很伤感 他们甚至有建议 有的篇有建议说 这个伤感要不要放在后面 就是说要前面先从田 你知道吗 丰盛滋味 再把伤势滋味 可是结果你看 你最前面几篇 全部都是冠影 妈妈的什么 妈妈的什么 所以这就是我的 你知道 这就是我的 怎么讲 我这本书是献给我父母 其实也是一个还 虽然这个缺憾 没有办法还诸天地 就是说我那时候就坚持 妈妈的润饼 你必须是第一篇 因为这是我心里面认为 我欠的 你知道意思 所以为什么一个书的第一篇 它其实是代表我内在 甚至我可以说写这一本书 其实背后有一个最强烈的 是记忆 当然也是记忆我外婆 也是记忆我爸爸 可是最强烈的 其实是记忆我妈妈 所以我把伤势滋味的前面的 四五篇 全部都是放在前面 没错 那事实上我觉得 我读了以后真的也是特别感动 因为我认识你 我知道你常常讲你爸爸 多么快乐带你们跳舞 然后煮饭给你们吃等等等等 然后你也会讲到你外婆 住在北投 你常常回外婆家 可是就是比较少提到妈妈 那事实上可能那是一个 你隐藏在心里的创伤 然后在这里你把它写出来 有一点补偿的味道 所以我们说书写是有疗愈作用的 甚至这本书 我里面还有我父母的照片 他年轻的时候 两个人是好可爱 对不对 所以你常会觉得 就是说当父母离开的时候 你反而像我书里面有提到 我发现我母亲小时候 带我去吃的阮宁街的那家 叫德芳 当我知道这个名称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名称 就好像芝麻开门的一个密码 我知道这个名称之后 我就会看到那个时候 我七八岁 我爸妈 我妈妈可能才大概差不多 二十七八 因为我妈妈只大 我十九岁 你知道吗 所以这期 我妈很早结婚 我妈很早结婚 十九岁的时候 就把我生下来了 所以我就会在记忆当中 有一种回光返照 就会看到 其实二十七八岁 三十岁的妈妈 是多么年轻 所以意思就是说 他们走了之后 反而他们的一种 神情样貌 生命的风采 不会只限于 他们是我后来认识人的 五六十七八十的 甚至那个大快的编辑 跟我要说 多给我爸妈 你爸妈 年轻的照片 不是多给他一生的照片 我说不要 我说因为我这个里面 很多写的是童年 而童年 我记忆的他们 是如此风华正茂 你知道就是 所以我觉得书写 其实有一个 对于写作人来讲 写完这本书 我是在那个 今年在那个欧洲 两个月的时候 做最后的整理 真的很开心 因为 因为有些事情 就是说你其实在脑筋当中 有一直这样缠绕 对 然后他就 梗在你的那个心头 是 然后写出来之后 好像脑筋当中 跟心里面的 某些东西 就不会梗在那边的感觉 写出来好像就一吐为快 对 然后那也是在书写过程当中 就达到了一个疗愈的功效 对 所以呢 我真的是看了很感动 然后我也要奉劝 我们的听众朋友 如果你父母还在的话 真的孝顺要及时 对 多多陪伴 有时候真的也不是干什么 亲在子欲养 子欲养 是很幸福的事情 对 不过呢 梁露这本书 梁露家之味很棒 但是另外一本书 是你的文化力作 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讨论 但是我们下一次 碰到一个好的节气的时候 我就请你来谈谈你的 乐活在天地节奏中 过好日的 二十四节气 生活美学 好吗 你今年真是太了不起了 半年代出了四本书 我想你已经破了 很多人的记录 这是半年代出四本书 但是我要讲 这个其实是 十年之功 对 好 今天我们谢谢梁露 来到我们的节目 谢谢大家 谢谢金妮 我们下礼拜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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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